本身是护士的姚苗芬女士 在1999年台湾大地震当中 首次参加海外志愿人道工作 其后十多年间 她先后参与多个组织的人道救援服务 分别去过非洲肯尼亚、南苏丹边境 印尼中爪哇、巴基斯坦和海地等地方 为各地因天然或者人为灾祸所影响的人士 提供志愿医疗服务 部分救援行动更加长达六个月 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觉得应该将自己可以有的 无论知识、才能、最好金钱 是可以和周边有需要的人去分享 为了腾出更多时间 投入志愿人道服务 姚女士在2007年毅然辞退 公立医院护理主任一职 前身投入人道工作行列 前身我去公立医院做工作的时候 我其实都先后拿几次假 停身留职 出去做一些海外人道救援工作 但每一次其实都有很大的挣扎 那个挣扎一方面很难拿假 另一方面你觉得周围的同事也有些规险 因为当你离开的时候 即使你没有了一个人 但他又没有请到新人来 掌握你的职责 于是你就要将你自己做的工 其他同事跟你分担了你的工种 你觉得每一次都很多谢同事给你的支持 但是这个挣扎 我觉得不可以持久地下去 前线工作以外 姚女士近年更加参与香港中文大学 灾害与人道救援研究所 灾后考察研究 和推动社会避灾意识的工作 希望减低灾祸 为人类所带来的痛苦 这个研究中心主要针对 其实都不单止在科研方面 亦都会在教育和避灾的项目里面 希望可以提供多些培训 给社会不同的家层 我自己在里面都将会有一些角色 我希望透过这个中心 我们其实可以推动香港 不单止在教育界 其实在大众市民 在不同的层面 都可以有多一些的避灾和训练 亦都在文献方面 希望可以有多些的贡献 可以影响到 也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多年来 见证着姚女士 差距大大小小救援行动的 盧楚文医生 最欣赏姚女士 这份忘我 不问付出去帮人的精神 其实我在二十多年前 已经和Esther共事过 对她的为人也有点了解 其实她一向都是很乐于助人 在台湾地震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出香港以外 去帮助其他人 跟着也去过非洲的肯颜 去过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南民营 和最近的海地的大地震 去帮忙救援 其实她一向都是只顾耕耘 不问收获 尽量去投身 去帮助其他的人 其实是很设合 就是洪会的宗旨 即是中立 互助 人道 各方面的主张 我希望藉着这个机会 可以令到其他的人 更加了解人道事业 那方面也都希望其他有志的人 更加热心去参与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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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